問一下醫生 其實就馬上鬆開的話 就是說可能壓力的關係 就會產生一些在胃裡面的作用 因為胃排空太快也不好 因為會容易吸收不到營養 所以胃排空的時間 大概兩個小時左右 所以你馬上解開 本來是這樣子好好的 大腸就空了 馬上就可能到大腸去 會容易造成腸躁症 好 那劉璇 Emily Juicy 還有誰 Jet跟Alan 你們要貼余瑋紋 那麼接下來要考第四題了 第四題請問一下大家 當宿醉的時候 可以飲用綠茶來幫助解酒 就是圈還是叉呢 是吧 竹妹一直保持著偶像般的臉龐 沒有貼任何東西 對 皮打圈 因為綠茶要看 如果是有糖的綠茶就不行 因為普通都沒有無糖的綠茶 是胃發酵的茶 所以就是我覺得可以解酒 但是為什麼會有人打叉呢 我們來看一看 泰拉 我覺得不行應該是要喝水吧 對啊 就喝水讓她自然代謝 應該喝茶 這樣茶很刺激 洛杉施 其實你喝很多酒的時候 胃是很大的刺激 最大的傷害是在胃 所以你喝很多這種茶 咖啡刺激的東西是第二度傷害 所以那是不好的 是不是 大家還是吃紅香黃捷酒 很厲害喔 上班的臉龐豬妹答錯了 天上蒼白的嘴唇 蒼白嘴唇 還有他唇到他臉 嘴唇發白那個嘴唇 小張的 戒草好像非洲人喔 而且還歪嘴 豬妹這樣滿可愛的 因為她喝完牛奶啊 豬妹這樣還是滿可愛 一定要破壞她 對 那關於喝酒的傳言 大家有沒有還聽過其他的傳言 Emily 我之前就是聽別人說 你在喝酒之前 只要去就是買鹹錠或是鹹精 吃了之後就比較 瓜哥說的對不對 不是 沒有 這個真的有效 真的有效 我自己試過 可是你就是去 會一直上廁所 我就可以幫妳解答 就會ㄍㄧㄧㄥ比較久 不過是因為像妳喝鹹精這種 它本來就讓妳精神變比較好 精神好就比較不會酒醉 我不知道 因為酒醉就會有一點想睡 這樣可以嗎 先喝鹹 就是我們有些人喝醉以後 去醫院打點梯一樣 會加一點B群 就比較精神會比較好 比較是B群的事 對…B群一樣 就是鹹精裡面也有很多B群 對 原理是一樣 了解 下一題要考大家了 請問在外用餐前 你會習慣先用紙巾 將餐具擦拭乾淨再使用嗎 紙巾是濕紙巾嗎 紙巾是乾的還是濕的 紙巾就是 紙巾 沒有講就是乾的 不會 買好豆腐 好 你們都會喔 小牛也會喔 這個習慣是小植教我的啦 因為我跟她一出去吃飯 她就說我幫妳擦一擦 然後我通常幹嘛擦 她說媽媽教我要這樣做 然後我之後就會跟著她這樣做 開咖你不會 就是平時就不會有這個習慣 因為那個東西不是應該 拿來擦嘴巴的嗎 對 然後妳擦完那個髒掉 然後我等一下要怎麼擦這個 這又一層黑針麵 要吃下去耶 好 妳可以跟她要的 那是可以一直要就對了 還有事喔 當然要太多了 好 我以後會學著這樣做 開咖不懂的 滿多的 她不知道可以要紙巾 Juicy 我甚至有潔癖到說 要拿到餐具的時候拿到廁所 用那個洗手的那個在洗手 洗手 沒有 你就是說說讓它消毒 後來之後再用沖大量的那個 清水把它沖乾淨 我了解 你比較高剛 到底要不要用紙巾擦過 醫生 那是錯的 應該是不能 為什麼 不能用紙巾 因為那個裡面就是說 你看紙巾都放在這邊 就人來人往 然後就是很多灰紙 或是很多細菌 那衛生紙呢 就說衛生紙也一樣 它是不是無菌的空間 所以 細菌是在這樣大致上漂亮 那怎麼辦 我們真的拿去洗手台這樣洗嗎 最好是用環保自己戴會比較好 這是最好的方法 OK 然後你越擦越多細菌 如果你免疫力不好 就最容易感到 那如果是那種可以吃下來 那種紙巾 就是那個就是一包一包包裝 那個也不要 就是那個會比那個 就是說放在外面空間 那時候會比較好一點 好 但是自己戴環保塊是滿好的 對…環保可以是好 好 很多人都打圈都錯了 請貼上笑容紋 笑臉紋 笑臉紋 豬妹請妳貼在那個紋上面 不要貼在外面 有點想要把它弄成像 小貓咪的補充 被我抓到了 笑臉紋 接下來要進入的是飲食習慣篇 請問大家除了生活習慣健康資訊 平常還會注意哪些健康的飲食資訊 Erica 你寫這兩個字 好多醫生都有飯可以吃了 減肥 減肥真的很重要 尤其是怎麼樣健康減肥 就是因為我媽媽 她目前有在研究這一塊 所以我就自己也會吸收到很多這種資訊 那妳媽媽都用什麼方法 我媽媽跟我說要先餐前喝糖 然後可是不要喝太多 然後要三份蔬菜 三份水果 三份澱粉 三份蛋白質 然後 這麼多份 妳可能吃三人份 澱粉也要三份 可是我會自己就是默默的調整那個量 因為我覺得太飽了 劉璇起床先喝一杯溫水 對 就從小我媽會跟我說 你早上起床先喝一大杯的溫水 會讓你前一天晚上吃的 酸的 鹼的 會變成中和的 會幫助你的胃 我跟你講 你們那個先不要拿下來 我們先問醫師 這個對嗎 起床前先喝一杯溫水 其實那個是最好的 因為起來的時候 最好是說一起來 不要刷牙 任何事情不要再做事 因為整個晚上在睡覺的時候 常會在休息的狀況 一起來的時候 就是說複膠感已經調節喝 常會蠕動很快 意思是你一大杯溫水喝下去 是做一個很好的清潔的作用 對 通便 而且通知大家起床 小吃事情就是吃什麼大便 食品比較不臭 對 因為我提他 因為我不太敢吃外面什麼 吃什麼大便不臭 不是吃什麼大便不臭 好嗎 你可以逗點一下還是什麼 好 因為沒有 因為有的時候 因為如果大便很臭 放屁就會很臭 這樣放屁就會很尷尬 然後有些人在研究說 要怎麼吃就是你搭出來的 排泄物比較不臭 研究結果什麼 你一定要多吃青菜跟水果 因為他太多肉 太愛吃肉 你去吃吃看草好了 你只吃草 我聞過犀牛大便好香喔 充滿了草香 對 牛大便 對 其實事實上是會這樣子 不過接下來就要考考大家了 好不好 好 請問 如果喉嚨被魚刺卡到的話 你會趕緊喝醋來軟化它嗎 沒錯 大豪打擦 我覺得這樣會傷到食道 這樣反而食道會發炎吧 沒錯 對 很多人都打擦在流圈打圈 因為我前幾天才被卡到 被卡到 而且我卡到就是 之前人家說要吞一口飯 後來我就看醫生 醫生說不行 你會讓那個刺越卡越深 他說你可以喝 就是那時候 我沒有問他可不可以喝醋 可是後來我媽媽跟我說 你應該要喝醋 然後醫生說 如果你真的沒辦法的話 就要馬上去耳鼻喉咳 把那個刺挑出來 對 阿蹦只打擦 你就來做個實驗 我們來看看 魚骨頭到底能不能被處理 好 我們現在要請阿蹦 吞下這個魚骨頭之後 不用啦 然後那麼殘忍 插進去 我們準備這個魚骨頭 那不泡的原因是 因為我們喝醋也沒有泡 就經過而已 只是經過 所以比如說 我們現在知道它的硬度 大概是怎樣 OK 因為這個真的很硬 吞這個整個不簡單 不簡單 你倒的時候你盡量偏刺 不要在中間 因為中間那個實在太 對 好 因為有一派的說法 就是說要到處 可是到處去看 看起來是沒什麼用 因為它還是一樣硬 因為你醋也是這樣子 你醋其實也是就溜久了嘛 就流過去而已 它也療不了 它會瞬間融化掉嗎 在軟變軟 沒什麼感覺 好像沒什麼感覺 好像還是一點用都沒有 喝口 都已經喝了這麼多醋了 你看看 不是 以前我們家人真的是這樣 喝醋 算了 吞白飯還吞饅頭 對 他們以前這樣 吞饅頭 對 就是這種各種方法 有的人真的很會卡一次 應該是吞先麻糬 然後但是麻糬牽線 真的嗎 吞到一半的時候 才把麻糬湊出來 連那個刺一起拔出來 那我可不可以呢 請醫生幫我們回答 那是錯的 其實粗不會融化骨頭 粗不會融化骨頭 對啊 所以就是說你卡到的時候 就是喝水就看能不能下去 但是就是說不要吃食物的東西 會就是說可能吃得更深 然後最好是也不要去吹吐 有些人覺得 他可能會吹吐給它吐出來 反而會嗆到器官 所以這個會比較嚴重 所以第一個急救 是喝大量的水 這個是 是不是去耳鼻喉科 把水拔出來 對 就是趕內視鏡看一下 能不能夾出來 那剛剛打圈的劉璇堅持嘛 那你要貼上狗皮膏藥 回去去貼媽媽 回去貼媽媽啦 好醜喔 只有劉璇一個人 現在大家都已經面目全非 繼續要考下一題囉 仔細聽喔 請問 吃剩菜剩飯容易致癌 如果沒吃完 不應該留著繼續吃圈還是差 剩菜剩飯不應該留喔 不應該就是 你打圈就是說不要留 大豪不要留 不要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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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 因為它如果 你再去微波的話 它會產生一些致癌物質 吃了會得來的 小牛打叉 可是你用火炒 就沒有致癌物質了 不是 不是 他是說剩了以後 你說加熱又炒 這樣還是OK 我覺得應該留 就不要浪費 好 請院長幫我們解釋 其實這個是對的 就是說你剩飯是不能留著吃 因為它就是說 你過了那個時期以後 就沒有營養價值 營養 沒有營養價值的時候 不只是有細菌或是別的東西 對腸胃道是一種負擔 日夜累積以後 就變成大腸癌或就是胃癌 那些都是慢慢 這是什麼 息肉嗎 你現在看到了這是 這個大腸癌這樣子 裡面就塞住 整個塞住 它的息肉已經長成那麼大一坨 那不是息肉 那是大腸癌 已經就是塞住了 息肉是小小的 是… 所以你說 我們說不要留到 是隔一餐沒關係吧 還是都不要 還是不要 都不要 因為有些人觀念就說 吃剩下的 或是我吃了以後 剩下的全部都吃掉 其實那個代價是更大 來怎麼樣 就是像我們家 就可能一次量會煮很多 然後可能今天吃不完 然後隔天吃就是 而且隔天 這就是你調法的原因 找到解答了 沒有 可是我們小學都叫帶 國中小學都像帶便當的 所以這樣子就是說 現在就是說這種習慣 慢慢成了以後 台灣最多的癌症 今年就是大腸癌 對啊 每年都再增加 越來越厲害 不要讓小孩子在便當 吃營養午餐 現煮的 是不是 但是營養午餐 應該沒有隔天再加熱吧 應該沒有吧 應該沒有吧 沒有啦 好 所以這題是圈